导演王晶在前一阵子一个综艺上面提到了演员张宋文 是一个演员问王晶导演 你觉得我的表演是及格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的更好 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那王晶就说了 你要随时做好准备 然后他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了这句话 就说2011年的时候 他有一部片子叫大上海 那个片子里面张宋文就出演了 说实话那个片子我看过 但是我并没有印象里面有张宋文老师 节目组剪辑出来的视频里面 发现确实有张宋文 他说张宋文在里面就是一个配角 没几场戏 他不会因为那个戏火的 但是王晶导演说 他对张宋文印象特别深刻 他演的特别认真特别好 所以他准备好了每一场戏 他准备好了每一个极小极小的角色 直到他等来了狂飙这个角色 其实张宋文的后继薄伐 不完全是从狂飙开始的 他从楼叶导演的《风中有朵》《雨作的云》 他从《欣爽导演》的《隐秘的角落》里面 都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狂飙只是集大成 大爆发而已 这就是后积薄发的最典型的案例 张宋文老师用了20多年的等待 他一直在苦苦磨练自己的演技 他准备好了每一个角色 其实你现在回头去看 比如说广虎导演的电视剧《第二面》 那是2008年的 距今已经16年了 那时候张宋文的演技就已经非常出色了 他的那个角色塑造非常的到位 很多场戏都能非常快速的把人带入情境之中 让人能感到共情 张宋文老师也说了 他的表演是演的人的真实的生理反应 所以你看 即使他狂飙之后 热度在下降 但是他的作品一步接一步出来 你会发现 不管这个作品如何 张宋文老师的角色都是意义生辉的 《孤舟》里面 《猎兵》里面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定是张老师的角色 所以怎么从及格做到更好 所以怎么能够后继勃发 前提都是你要认真的对待每一个角色 前提都是你要认真的对待这份职业 现在演员这个圈子竞争很激烈 你有可能很长时间接不到像样的戏 很长时间不能够被别人看到 之前这个综艺节目里面 不也有张子怡和郝雷来探讨 这个演员应不应该接烂戏的问题 当你面临生存压力的时候 烂戏也要接 即使这是一个草台班子 即使他不够扎实 但是你要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 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像张子怡一样 出道级巅峰 合作的都是世界级大导演 所以张子怡没拍烂戏 但是当他自己去拍第一部电视剧的时候 上阳赋一样扑接 对吧 所以张子怡的成功不可复制 我并不是说他不会演戏 张子怡也很强 但是他的成功离不开这一路 世界级导演的辅助 但是像张宋文这样的草根演员 是绝大多数 他们不可能我一直等等等到一个大导演 跟我合作而是我要认真的对待每一个 甚至可能没有台词的角色 你的表情也是表演的 哪怕你站在那里作为一个群演 你的站姿也是可以演出情绪来的 所以你回首张宋文老师这20多年 他没有一刻放松过对自己表演的认真 对自己表演的严格要求 所以他的每一个角色他都站得住 这就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所以我觉得王静导演跟年轻演员说的这番话 值得所有的演员好好思考一下 因为对于绝大多数草根演员来说 张宋文就是最好的例子 你一定要坚持 你要坚持你的热爱 当然前提是你真的热爱 如果你热爱 你坚持 你就一定会有被人看到的一天 留下这个双子 就该说 杀刀刀刀刀刀刀